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着游戏依然是朋友汉车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朋友汉车的发展历程 朋友汉车是世纪天成代理的 这个是端游 然后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手游也是由腾讯去做一个腾讯的游戏 是NEXON出品的一个休闲赛车竞速网游 与之前就是在06年 它是06年3月17号发行的 与之前的一些游戏不同 它首次增加了这个飘移按钮 也就是说第一次在竞速类游戏当中增加了飘移这么一个设定 然后游戏呢以全民飘移为宣传词 然后角色呢是叫做泡泡堂当中的人物 这个泡泡堂应该也已经很久了吧 目前来说我个人好像都没玩过这个游戏 然后呢在后续呢其实腾讯也出了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游戏 就是那个叫什么飞车 也是再次将跑完车这种类型的游戏呢 推向了一个比较巅峰的这么一个时代 游戏主体的背景呢有沙漠城镇 森林冰河矿山墓地 然后除了我们中国以及原开发生韩国之外呢 在俄罗斯等国家有专门的这个服务器 在刚开始游戏刚出的时候呢 由于00年的时候 其实电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行 就是很多的家庭还是没有去拥有这个电脑的 然后我记得那天那个电脑还是大屁股 所以说玩这种游戏呢 可能有的时候呢会卡卡的 然后在今年的8月 不对 在今年的12月份啊 他也是再次宣布2019年首个全新版本 神之国度正是上线了 前两天 那我这个我家里的大人 我就不具体说是谁了 我给他留个面子 这个非得让我给他下一个炮汉车 我整了半天 他这个端游和我们的手游不一样 手游呢就是随便玩 大家怎么玩都行 端游还得下什么布丁 相当费劲啊 在在我小时候的这个年代呢 其实炮汉车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游戏 虽然说大家可能到现在认为 炮汉车这种游戏呢 已经被时代所遗弃了 因为能代替它的游戏实在是太多了 就一共下来说 炮汉车已经成为算是80后或者是90后 95前嘛 这个时代火器的 反正我个人觉得我小时候是没怎么玩过 我小时候之前比较火的游戏呢 是穿火线 对 全版都玩穿火线 就一直到什么 那个什么888火器灵为止 我记得全版老队 就为了那个888穿火线 那个什么火器灵 然后黄礁补格费 然后还因此多开了一届家长会 如果我们记错的话 其实炮汉车这个游戏呢 在出了手游之后呢其实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啊 无论是大幅度还原了原作 还是在某些问题方面 它都处理的比较完善 并且呢 它虽然说车虽然说是 有种就是需要花钱的 但没有办法 这也是由于平台代理的问题 刚开始跑完的时候 是宣传它是一个免费游戏 也就是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是不用花钱的 只是里边道具付费 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很多游戏就比如说 Steam 也是目前大家比较经常用的这么一个游戏平台吧 它有很多国外的这种游戏呢 也是买的时候就花钱 然后大家感觉里边的东西呢 其实有的是可以不花钱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也会花钱去做一些东西 即使是绝地求生这种游戏 它这个可以花钱 就是买什么牵的皮肤啊 这种东西 所以说呢 目前来说呢 消费游戏这个概念呢 其实已经在大家的这个脑海里 倾注了太长时间了 就这个玩个游戏可能不花点钱啊 都感觉这个游戏没啥意义啊 现在呢 也是跟这个人去追逐这个第二名 然后我创了一次墙 基本上 你还是跑不到第二的 大家不知道这把能不能完成 因为第一好像已经 跑没影了 要到终点了啊 这地方千万不能食物 这地方一旦食物 基本上肯定就是被拉开很远了 主要是前面这个地方 看看这个弯道 还可以 没有试过 但是估计 完成了 这第一第二跑没了 果然啊 我的天 兄弟变啊 哎 等我一下能躺掉 等会啊 看看能不能完成 来 三 二 哎 还行啊 姜八完成了 差一点点啊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带游戏能源 是跑汉车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款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款的 其他视频 感谢你的 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